第三个 构成条件 第一个你那个声煞屋 当然第一个要考虑他声音的大小 第二个 铁路公路之远近远近其实跟大小一样嘛 然后越近的话当然就越大声啊 再来远近如果近的话他会带走他的宅气 第三个应该讲说他频率声音的频率 这里没有写到你可以补充这声音的频率 你有时候一天他只出现一次 跟跟一小时出现一次 跟10分钟出现一次那当然 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但是越频率越高的声音越大的然后距离越近的那就是更严重 第四个胸印 一身体不好 因为这个每天听的噪音当然 脾气就会变爆炸脑神经衰落 第2个事业不顺 因为你脑中 脑筋这个 听到这些声音被干扰吗 你没办法静下来好专心想一件事情啊 当然就是对事业好也是有损伤 损害好 第三个财运差存不住钱 好第五个 改法 要善用隔音墙隔音窗等 使音量降低 但这种改法 还是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用隔音窗 隔音窗的话 你必须要把窗户关起来声音才听不到吗 但是你你窗户关起来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你的气根本进不来啊 对不对 你为了为了防止那个声音进来 你把这个窗户都紧闭了 那这样子 气也进不来啊 对不对 气都没有办法进来 无法纳气啊 那我们三连纳气最重要的就是要纳急气 那你就没有纳气的话 但是根本不好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深煞污 是不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纳急气啊 是无法纳急气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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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